拉街 干呆 天羅 不要來 身體沒什麼問題 你先回家吧 好好 我給你半分鐘 收拾东西马上滚 是谁规定的 这不能办法 老子规定的 我告诉你 待会江北龙头林爷要过来 闲杂人的回避 要晒着他老人家的眼 我保证九条命都不够活 我当是谁呢 不就是林正能吗 他来就让他们 别这么大张其妇 你敢直呼林爷明慧 你活得不得反了 反 你活得不得反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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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妍 李妍 你这么快就来了 我认识你吗 李妍 你还真是贵人做往事 你忘了 我当年还曾追随过您呢 李妍 这里有个不知死国的筹摆摊 敢知乎您的名字 我这就弄 不知死国的人是你 你知道他是谁 他 他不就是个江湖郎中吗 吴先生是我的作传心 我竟敢对他出言不屑 信不信整个江湖 在乎你立足之地 对 我这就快 这就快 周云 你可真让我好找吗 敢不敢再与我一战 手下败将 还有在战的必要吗 不莫要张狂 上次输给你是我大意 这次你未必能赢我 你若再赢 我送你千亿如何 算了 赢多了没意思 而且钱对我来说 如果是一根最小 硬不硬战 由不得你 你再得猫 地经洛家 日后要是由你当家作主 他是得家到中落了 休要随意 再来 陆清语 你连我都打不赢 就不要自取欺慕了 龙应雪 你怎么来了 金国女将龙应雪 陆清语 我来 当然是为了独知你都成周先生 你那点心思 别以为你都知道 我承认 我此次过来 不只是为了和周云交手 而是来提亲 周云 我洛青语生平从未服过谁 教死你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夫妻 我让你做庸无上权势 如何 吃人说梦 你也够多 独必了 我已经结婚了 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那我就等你离婚 这张卡有千亿现金 就当是我送你的聘筒 周先生 我下国两门女英豪 一位无双战神 一位金国女将 皆还此你左右 周先生还真是人间第一等的风了 行了 你就别拍我马屁了 我翻过你办的事 办的怎么样了 周先生 你的妻子苏曼如 刚拿到了一家百亿注资 苏家很快就能成为海城一流世家 我在天马虎 让苏家成为江北第一家族 苏家未来百年 可精神不得 想记录 周先生 这是我为苏家制变的商业集合图 请你观摩 今晚苏家的上市融资晚宴 我会去露个脸 让海城所有势力之行 苏家 永福照 有劳了 我不明白 您对苏家 为什么要如此不遗余力地扶持 就凭苏曼如是我的妻子 可是我并不觉得 他们配得上你 没有什么配不配得上 既结成夫妻 败过天地 自当不离不弃 别手共济 既然他有事业心 要把苏家做大做起 那我这个当丈夫 没道理不帮他 行了 你们聚在这 也想我摆塌 都回去吧 是 是 你 你 不是 有 是 是 是 有 你 是 是 她是商界的崇灿新星 前途一片广 而我呢作为她的丈夫 只是个比安卖口水高腰 配合 我不相信这是曼如的意思 她不是一个贤贫爱富 这就是我的意思 我确实不是一个贤贫爱富之人 但并不代表我对你一事无成 可以视而不见 结婚三年 我四处奔波终于闯荡出了一番事 然而你呢毫无斗志 在街边当一个赤脚医生混之等死 再让我失败 少远 苏总告诉你 在和少的帮助下 苏总男生在你家的正义中间 苏家集团马上就要上市 苏总日后作为上市集团的老板 接触的都是上市 他的老公却是独立男子 这要是传出去 多败坏苏总女生 对他说的没错 我苏曼如 接受不了一个陆陆陆陆的账户 这荒 并居里 我一个上市公司老婆 苏曼如 你可知道一家上市公司 对我来说不止意 你却因此沾沾醉 还有和江半三年的我离婚 行 真可行 以你的眼界 你当然不知道一家公司上市后的含鸡料 看看夫妻一场份上 我会给你离婚 来人 江边别墅房本 刀车钥匙 还有这五百万筑票都给你 签了这离婚协议书 以后你我再无任务吧 苏曼如 你真让我害羞 夫妻三年的勤奋 在你眼里就指着这些吗 怎么 还想失去大开口 你这个窝囊费给你这些无产 已经够看不起 这是我让江北林镇的 为你们苏家制定的商业发展书 价值何值本 足以让你们苏家一步登天 够了赵远 我知道我突然跟你支柱里头 说你一时接受不了 但你也没有必要为了你可怜的自尊心 编造出一个 杀吉而可笑的谎言 张云 亏你说得出来 江北林镇的林爷 那可是江北各省黑白两道的龙头人物 连我们苏总都难以介绍 更何况 你这个肺子坠序 林爷真份高贵 权势滔天 这样的大人物 莫要说你 就连我们苏家 是生是死 只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 整个海城 无论能让他给予几层保命 要是来认识 我还能重新证实 现实是 你再如何挣扎 我高攀不了这样的大人物 信不信有你 但 你可记得 你可记得 我们结婚当天 我用直信 给你写下的到家婚书 一纸婚书 上表天庭下明定 铸天祖师见识 若和家人便是七天 家人父亲必遭天窃 你都忘了吧 周云 你这副样子 只能让我更看 道家婚书 都二十一世纪了 原先这一套 啊 周云 周云男人 又不能体面你的放手吗 体面 好 很好 严禁于此 既然你要听 那我就给你听 是 朱曼如 但愿你以后 不会后悔 后悔 周云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 书总 恭喜啊 终于摆脱了这些过敏费 归付自由生日 啊 啊 我求都求不了东西 就给你们有些流眼无珠之辈 随手争了 真是不识好歹 你是谁 我的名字说出来 他下 周沈云 以前我追求你 你说你结了婚 现在你离了婚 是不是 该考虑了一下 别哭了 好啊周云 我本以为你只是自甘平庸 没想到啊 你还勾搭上了别的女人 没本事还放心 苏总 你早就该跟这个窝脑会结婚了 所以你们怎么想 周沈云的本事大着呢 是你们有眼不识真龙 是你眼瞎了才对 看上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男人 我和他结婚三年 他有啥能耐我能不清楚 飞飞 我们走 待会还要去参加上市融资晚会 不必 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周沈云啊 这苏妈如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你还让我给他们苏家 百亿注资 祝他们苏家集团上市呢 居然这样报答你 遇人不输 今天 我再看清他们真正的嘴边 需要我取消 对苏家的百亿注资呢 那都不用 毕竟夫妻一场 我不想把事情做得太举 周沈云 那眼下无事 一路一步无家 我爸快念到你的 要不是你出手相救 我爸里就这儿奶弄好啊 算了 你自己回去吧 我还要去苏家 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周云 还不快滚 拿出一些布来 滚得越远越好 你被我们苏家 放弃出门了 周云 还好我姐跟你离婚 不然 我还得将你这个废物一身解 我告诉你 以后苏家的大门 你再也不请她进一步 听见没有 以前我念在我们是一家人 对你们格外尽忠 没想到你们如此的心肠歹徒 听我母亲的牌围 你们都要羞辱见她 非逼我将你们苏家错过摇晖吗 这可有名牌 放在我们苏家 就是晦气 你把他直接烧了 算是可怜你 你一个废物坠血 屁本是没有 能把我们苏家怎么样 就是我们苏家现在真真日上 反观你个废物 离了我们苏家 可能过几天就饿死街头了 还装什么大女班狼呢 真真日上 你们苏家没有我 哪有今天 我可以赐予你们苏家荣华富贵 也可以赞让全孟拿回来 等到你们苏家到时候被打落尘埃 可别哭着再来求我 呦呦呦呦呦 这几天没见 说大话的本事 见场了 我们苏家同废 管你周云屁事 那可都是曼儒的功劳 死呗 赶紧滚 别让我们再看见你 我母亲留给我的玉佩呢 在哪 分给我 那块破玉佩在曼儒那呢 也值不了几个钱 我赏你一万块 到铁铁铁上 买几块责呢 哈哈哈哈哈哈 老子我母亲身前给我留下的 唯一信我 是用钱能衡量的吗 现在就去找苏玛儒拿回来 妈 赶快跟上去 可不让周云那个废物 破坏了和尚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得加把义注资的吧 不是 这次是我们的晚会 决定我们苏家的未来 可不然出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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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У 好 我们苏家千金啊 我如传门所言 那叫一个国色天性啊 人长得好看就算了 人也精明啊 短短三年 就带着你的苏家腾飞而起 更是帮李家拿下了百亿注资 这绝对是以后海城的商业女王啊 和少 让您久等了 拿李的话 这李家代表已经来了 今晚只要将注资合同一签 你们苏家集团上市的事 就十拿九稳了 还得多谢和少帮忙牵线搭桥 不然我们苏家怎么能攀上李家呢 哎 莫料客气 举手之劳罢了 我可没那能量能让你们家出事 但能让你松满如城 我一份人情也好 和少 我们苏总 今天刚和周围那个废物 千万离婚协议 现在可是分身哦 菲菲 提这事要干嘛 苏总 这可就要恭喜你 那个坠婿哪能配得上你呀 今晚晚会过后 可否上课里一起共进晚餐啊 这 和少 我替我们苏总答应了 好 这苏家千金跟何报关系不一般呢 听说啊 这李家的百亿注资 就是何报争取来的 这关系何止不一般啊 那苏家千金不是结婚了吗 这怎么还和何报搞在一起 苏曼如 苏曼如 周云 你来这做什么 周云 这里是苏家的融资晚会 你和苏总已经离婚了 你有什么资格来这儿 滚出去 什么情况 这就是那位苏家最续吧 苏曼如居然和她离婚了 难怪苏曼如和何报搞到一起去了 原来是发达了 把以前的老公给踢了 周云 到底想来干什么 我说过了我会给你离婚补偿 你不要来纠缠我了 还有 今晚是我苏家的融资晚会 别来闹事 请出去 羞耻 不记着 我在你眼里 别这么不肯 我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吗 哼 谁知道呢 你就是苏总的前夫是吧 这素男人 就应该有点男人的样 都已经离婚了 还纠缠不清 还算是个男人 这有你说话的份吧 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管你是谁 在我眼里 你跟一只臭丑 没什么区别 你 苏总 这就是你嫌妇 一条乱咬人的疯狗 够了周云 到底要来干嘛 我之前送你的鱼配 配我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衣物 你就为了这事 拿我这里撒泼捣乱 让我难堪是吗 我现在就还给你 够了吗 苏曼如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姓 我唯一的牵挂你给毁了 非要逼我治你们苏家里死地吗 不就是一块破蕴 你苏总在 陪你个十块 百块 千块都不成 毕竟你的臭嘴 你敢打我 周云 你本事不大脾气还不小 连菲菲都敢打 苏总 你早就该把这个废物踹了 还打人 你个肉笼气 连女人都大 好啊 把这个废物给我惊出去 我看谁敢动 动手 出了事 我担着 这小子居然有几分 你要不要也接我一脚试试 别过了 你个周云 正在在我苏家家会上闹事 你和我腻了 你 反了接了你 和我妈 保安 保安呢 保安已经被他打了 苏总 你信不信 我连你一块 你以为我怕你啊 周云 你个废物 背叶老 我周家叫了你三年 你不知道干完也就算了 你还闹是大人 闹住我就不该收留你 可别死在大街上算了 周云 现在给你三秒就好了 离开给我滚出去 告诉你 要是你经我耽误了我们苏家的无资会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是 我承认你是能打 他并能打到震度 对 没错 我何家就供奉了一位武道宗师 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叫来 到时候可别怪我叫他把你打成残废 我 你尽管可以让他过来 都要看看是谁变成残废 好 这话你自己说了 给我挡车 来 唐一 你这里遇到了哪个伙伴 您过来处理一下 好 我等你 哎 小菜 有什么也早 等唐爷到就等他乖乖受死吧 我就在这 苏总 眼下是不是咱们该签合同了 放上了点小摩擦 让您尽笑了 正式要紧 我们给您签约合同吧 行 还请您过目一下 确认好合同条目再签字 您稍等 周人哪怕你来这里搞乱也没用 李家答应给我们苏总注资 就不会烦了 你废物 你睁开狗眼看好了 我们和李家这合同一签 为帮上李家这棵大树 这飞黄同达是迟早事 到时候苏家弄死你 就像踩死一颗蚂蚁 这李家注资百亿 等钱一下来 我就可以买楼梯 买私人飞机 后半辈子 享尽荣华富贵 周云 这是一个穷酸富 注定没有享福的命 没错 周云 以前你和苏总是夫妻 但是从今天起 我们便是一个的天 一个的地 苏总便是你这只烂鸭 再高盘不起的人物 这些百亿 就让你们这么能 这一切都是我赐予你 我随时能收 这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们收一个事 如你所愿 思思取消对苏家的百亿质资 并中断你苏家的一切 和这儿装上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高人 你一个破百产摊卖药的 还能和李家有什么关系 周云 以前都没看出来 你以为是也这么真 一个电话 让李家取消注资 你真当你自己 能治个人物是 跟这个废物浪费口舌干嘛 他就是个社会底层 文化融入我们上履的圈子 只会吃鸡梦想吧 伯月 苏少爷多在这儿 一天祝福 苏家拿下了李家百亿注资 你们苏家集团上市也不忘 这些和尚多亏有你和尚 青年才俱 事业有成 跟你有些废物相误 不知道好多少倍呢 就是啊和尚 像您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才能背得上我几 和尚可惜我们苏总啊 没早点遇到你 要不然也不会白白浪费三年的钢银 在那个废物上 不过奖 过奖啊 之后有机会 要是能结为庆家和和家 和你们苏家长强运势 拿下海城半离江山 那也不再话下呀 现在庆祝 未免为时过斗了吧 周远 你什么意思 别别的意思 就是奉劝 你别高兴的太子 你小子都不压怼 这河头猛上就有钱 这李家注资 是百账命丁的事 是吗 我跟我们确认过的 可以签字了 好 周小姐签字了 哎 是 不好意思 什么 是 停吧 怎么了 周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李家将取消 对苏家的百亿 怎么了 不好意思 周小姐 我们李家将取消 对苏家的百亿资 什么 取消资资 为什么 抱歉 我也不听了 这是我们大阳女的意思 这怎么回事 这好单单的 这马上就要签字了 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 这 妈 这可怎么办 我都答应我女朋友了 说等李家注资下来 我还要给她买油挺的 这李家 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呀 不应该 像李家这种大奖 奔奖 就伤害信誉 怎么会平开无故 就去求助资了呢 周云 是不是你搞的怪 你认为呢 难道周云他真的认识李家 不 不可能 他只是个赤脚医生 怎么会和李家有关系 我知道了 苏总 一定是周云这个废物 来晚会闹事 让李家知道 对我们苏家印象不好 临时取消了注资 对 肯定是想 周云 你就不闹 我们苏家哪儿对不起你 让你吃了三年软饭 回头 你还怪我们苏家的好事 周云 亏我住的离婚有亏于你 还给你离婚补偿 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竟然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功亏一篑 恶毒 问恶毒 谁比得过你们这一家人 和尚 你本事大 肯定有办法 让李家改变主意的 那我试试 我哪里认识李家的负责人 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找个李家做事的兄弟问一位了 好消息 李家负责人正在赶往此处 我和尚报在海上 还是有一定身份地 到时候我就帮你们说说好话 这李家卖我的面子 说不定了就改变主意了 何少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小事 对我来说 这都是小事 李渊大小姐到 怎么会是她 她就是李家大小姐 长得真漂亮 一点不比我老姐差 何少 这就是李家大小姐 麻烦你 替我们苏家 多说几句话 好 李千金你好 我是何家集团 何报 何报 我认识你吗 李小姐 您可能不认识我 但您一定认识我的父亲 何江峰 你父亲我倒是认识 你有事吗 李小姐 这关于取消注资的事 能不能看在我何家的面子上 再改变一下主意 李小姐 你大人有大量 你就通诺一下 我知道 是因为周云这个废物 闹事 对我们苏家迹象不好 你才取消了注资 但周云这个废物 跟我们苏家无关了 他的过错 可不能夹在我们苏家的头上 对啊 李小姐 我们苏家的实力 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您放弃注资的话 对于两家来说 都是巨大的损失呀 话都说完了 说完的话 那该我说了 你请说 本来我是讲对你们苏家注资的 但很可惜 你们得罪了周神 周神 谁是周神医啊 李小姐 我们可没有得罪什么神医啊 周神医啊 就是 边边的周围 和你们称为废物的周云 什么 李小姐 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他一个赤脚医生 怎么可能会是神医啊 没错 李小姐 我们苏总和他曾经是夫妻 他有没有本事 我们苏总还不知道吧 他就是个焦物骗 您作为李家千金 涉事卫生 可千万不能轻信他 你们知道质疑我吗 我李心思看人一向很准 周神医的本事 我可是亲自领下过的 李小姐 周云这个废物 在我们家 冲吃冲喝三年 没我们苏家收留 他早饿死了 你还说他是什么神医 他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 你肯定是被他蒙蔽了 行医资格证 我需要那种东西 周云 你到底给李小姐 下了什么迷回药 就你这种废物 怎么能高攀得上 李小姐这种废物 你肯定是爽了什么阴险的手段 李小姐 你要是喜欢周云这一款的 我旗下有个酒吧男窝场 你要走 我就能给你安排走 您可千万别误了 这小人的前套 误了 你再敢说说神医的不是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好别告 唐爷您来了 唐爷您可算来了 老少 这么着急把我喊来 有什么事吗 唐爷 就是这个叫周云的小子 今天在这里公然呢 无法无天 还请您治 这个唐爷 就是何家供奉的那位宗师 听说 十与通天 曾以一人之余 保战拜人而不拜 这下有好戏看了 一位宗师出手 这小子不死也惭 小子 自断双臂 从这扒出去 我可饶你不死 我可饶你不死 今天有我在 我看新来的周旋一 李小姐 唐爷的性格 你可能不了解 他今天既然来了 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他才不会因为你是什么李家千金大小姐 而给你面 何少说的没错 我乃五道中人 才心所欲 不会因为你是哪家的千金小姐 而怕李三分 周云 看在咱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不想把场面搞得太难堪 这样 你让李小姐 重新给我们苏家注资 我就让和尚 劝唐爷输手 周云 要不就妥协了吧 我周云的字典里 我没有妥协二字 一个宗师就想下的位 未免也太小小 周云 你这个废物还真是不是好感 还有心思说大话吗 说到底 你就是帮上李小姐 等李小姐哪一天醒悟 一脚把你出来开 那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 庞爷如果真的出手 把你打成了残废 我想李小姐 应该不会喜欢一个残疾的人 周云 快跪下 给唐爷和和尚 可不认个错 再让李小姐 重新给我们苏家注资 这个事儿 就算过去了 老子 乖乖照做 你要让我动手的话 你活不过今天 东师之位 可不是开玩笑 周云 你最好立马给我跪下 学区宗师 在我眼里 这一只力气大一点的大马猴 谁是 放肆 总是不可辱 丁天 我给你活路 不要 那你就受死吧 周云 你快走 我给你拦住他的 你尽管出手 总是吧 我杀你 不杀鸡 找死 没想到你竟有如此实力 哎呀 不愧是周深一 就是神藏不露 我更喜欢你了 跟我结婚吧 我一辈子 别闹 这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唐爷 怎么可能输个周云 这个废物 这个唐爷 不会也是江湖骗子吧 就周云那个身本 能有多厉害呀 周云 难道结婚三年 你一直在我面前伪装 真的是我苏曼如 看走眼了吗 苏曼如 我问过你 跟我离婚 你后不后悔 你说不后悔 现在 我说过 你苏家能够起事 是我在背后谋划的一切 你家百亿注资 也是我替你们争取的 而你仰仗的这个和哨 在我面前更是不宜 周云 我承认你是有点本事 但仅此而已 你不就是依仗着李小姐撑腰 说到底 你就是靠着女人吃软饭 李小姐对你只是一时春心一动 喜欢上了你 但终归会回归现实 到时候没得李家做口诚 你又是什么呢 苏总说的没错 周云 这个世界 讲背景 讲势力 你能吃得起一时的软饭 你能吃一辈子软饭 当是一辈子软饭 就算可以 本人也瞧不起你 周云 我对你更加失望了 我本以为你只是自甘平庸 没想到你已经动落到 要依靠女人 还洋洋得意的地步 这人一旦有了偏见呀 就很难再消除了 难道我在你的眼里 就这么的不够 这不是偏见 这是事实 如果你真的有能耐 那你就不要依靠女人 拿出你的真本事 给我们看看呀 行 你要看什么 那我就成全你 林正南 给你三分钟时间 给我赶过来 林正南 难道就是那位江北林业 林业这样的大人物 连李家都请不动 他一个苏家坠婿能认识 周云 别再中枪做事了 林业 那可是江北魁省 横压江北各省的剧情 你怎么可能跟他有交情 他别说把他喊过来 就是 周云 这么多人看着 你打着林业的名号 胡家虎威 要是被林业知道了 你小命不保我不管 可别连累苏家 就是 周云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蛋 林业的名讳 也是你配奖的 我告诉你 我们海丘所有世家家起来 都不及林业的一根手指 如果你真的和林业认识 那为什么 你还要来我们苏家做追讯 周云 你这些神经病 你是否把我们大家都拉下手 林业喜怒无常 之前以为人冒用林业的名号 接连了一百多号人陪葬 要是让林业知道了 我们所有人都有被问责 周云 你可知得罪了林业 就是李家 他也保不住你 一个林正男 就把你们笑成这个样子 可笑了 够了周云 要发疯 却别处罚 大家别怕 我怕与林业有一面之言 若是林业贵子 咱们就把这事全拽给周云 是他自己不知所 与我们无关 对 与我们无关 我们大家都能作证 什么 什么了 林 林业 什么了 林业现在怎么会过来 难道周云这个惹祸惊 打着林业的名号 惹是生非的事情传出去 惹怒了林业 坏了坏了 那我等你来 我们一定要和周云这个无脑费 撇清关系 何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刚得到消息 林业之死 是为了给你们苏家送好贺礼 林业看中你们 要助你们苏家一臂之力 何少 这是真的假的 我们苏家何德何能受到林业的青睐呀 要是我们得到了林业的帮助 我们苏家成非有望啊 整个海城都限制不住我们苏家的发展 整个江北才是我们的大舞台呀 太好了 可是 林业怎么会知道我们苏家还专门来送礼呢 林业是爱财神 苏总用三年的时间把苏家发展到如此的地步 林业一定是看中了苏总的商业头呢 苏总 我恭喜你啊 何少 过脚了 周云 废物听到没有 即便没有李家注资 我们苏家照样同飞 至此傍伤名义 我们苏家飞黄同达 只可待 周云 我告诉你 这份福气只属于我的苏家 你一个窝囊飞是羡慕不来的 林业男之所以会给你们苏家送礼 我吩咐他还不知道我跟你们苏家已经没了关系 他若是知道 你们哪有资 周云 你又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来 请你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深我对你的厌恶 明明就是林业看中我们苏总的商业才 关你周云屁事 行 你们都不信什么 等他林业男来了 是非如何 最有关系 江北林业道 林业 拜见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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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您好 久仰大名 今日总算见到您本人了 您好 您就是苏曼柔苏小姐 江文是海诚未来商界女子 今日一件果然气重 林业您过奖了 苏小姐 我带来一点礼物 一点心意 请你笑容 林业您客气了 来了还带礼物 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应该的 日后有你们苏家都有合作 哪能空出来呢 苏总 恭喜啊 以后有了林业这条大队 你们苏家何嘲不息啊 对了林业 有件事我必须跟您说一下 什么事 就是这小子 为苏家赶苏家闻的追讯 刚才 假借您的威名 不假 像这种 是不是应该给点城堡 敬教忧 什么 林业 你别误会 这个周云 跟我们苏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自己找死的 你尽管严丑 不用顾及我们苏家 是啊 我们都劝他是不要这 可是这个窝囊废 仍然我信我苏家 非是不行 林业司令 你一声令下 让他自断声论 免得他一套 安占如此吗 原正哪 周先生 说我的事 林业 真是怎么回事 你们豪大的胆子 连周先生都敢招惹 林业 不认识他 当然 此次我会过来 是奉了周先生 跟你苏家无任何关系 林业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这样的人物 都不认识这样的废物 你们要是再敢 对周先生出言不敬 信不信 我让你苏家 当然无存 我 我这样 可能 孙满如 我跟你说过 你苏家能有今天 都是我给 你却因为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就要把照顾你三年的我一脚踹 你能想过 会有今天吗 我 周元 你怎么不早说你认识的业 你要是早说 你们何必把你赶出家门 是啊 前面的事 你都不要计较 往后 我们苏家 都听你的 你说我都 我们最不好写 哎呦对对对对对 提呼苏家 把你照顾好好的 你笑傻都给你傻 不必了 我现在跟你们苏家已经没有任何瓜子 现在后悔 晚了 后不后悔 是我孙满如看走眼了 有声 慢说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嘴叫 赶紧认个错 终于肯定会看在之前的情统上 跟你复合的 帝京周天 都离目到 帝京周家 难道是帝京第一大世家周家 周家的人 那个个可都是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滔天人物啊 这连林爷都够不着的顶尖豪门大哨 怎么会来这儿啊 呦 这不是我那个废哥哥 听探子说 你被逐出家门之后没死 还一直在海城河洞 没想到是真的 周琳 我当然不会死 我母亲的车 还等着周赵两家偿还回来 就凭你一个被逐出家门的废 哈哈 谁让我笑掉大牙了 原来是 对 这个废物原来是打的帝京周家的气候 招药撞骗 封骗了林义自死 这 什么啊 周元 谁给你勾搭 那个周家气子 竟然还在这里打着周家的气候 在外面参促取贵 作为作作 你觉得 他有必要 原来是这样 你这个废 差点所有人都被你羡献 我说林义怎么会认识你这个狗东西 原来是不羡献呢 哎 亏我以为你是官长本职 还好周琳公子到了 揭穿了你的鬼把戏 林震南 是吧 是 周公子 我劝你长点心 别被你贴力了 周先生太有神秘了 周琳又是必经打架了公子 两边我都得了勇气 看是别上回谨选 如果站错了队友 那就麻烦到了 周先生 周公子 你们之间是想想而没资格参与 先行告辞一个 地经周家 这可是比林义还厉害的大事家 这周琳公子看样子和周云有仇 要是我苏家名他上校了 以后荣华富贵 降之不尽呢 曼如 赶快给周琳公子敬杯酒 周琳公子 能否认识一下 我是海城苏家 苏曼如 苏曼如 长得还挺漂亮 我没想到 这小小海上 还有如你一般 像天仙一样的美人 周琳 握下你的脏手 周云 你这废物东西老子炮牛关键 是不是更好 还是主动贴上来 周琳公子有所不知 这个废物钟云是我女儿的情夫 但你别误会 我女儿置顶是完毕之事 和周云没有夫妻之事 哦 我说这废物板 为什么这么 你不让我慌张 我偏要慌张 哼 哼 真想 苏曼 别婚语了 我一直敬你三分 未曾碰你分好 那她一个素未谋面的万人 却能对你如此陷队 真让我恶心 周云 你要是能有周琳公子的背景和监视 我也不会不让你碰我 我是个木墙的人 同样是姓周 你却不如周琳公子的一根脚趾头 这 怪不得 哎呀 这话我爱定 周云 你个废物东西 连自己的女人都不得了 你还真是可怜啊 不过呢 看在你是我同父一女的哥哥本上 当这个女人玩玩了 我再还给你 你怎么样 找死了 你信心 你杀了 你敢 我是低解周家的唯一寄生人 我妈是周家家主 你可动你跟狠猫 你才让你随时万断 周云 快给我住手 周琳 我先饶你一条狂脸 三日后 我母亲近日 我不仅要你死 周赵刘家 晚坟揭秘 还有你 苏曼 当年我奉我师父之名 与你成婚 本想赐你苏家一场造谎 可没想到 你们这么不识抬举 从今日起 我与你们苏家 恩断义绝 我 龙一雪参见至尊 起来吧 周神医啊 他为什么 周不以为至尊 难道你是 全榜之上 唯一至尊 李小姐 可曾听闻 不会吧 我一直以为周神医 只是一种艺术高明的代分 龙一雪 我说过 我不喜欢高柳正 是 属下的 周神医是正尊 那你姓龙 难道你是下过第一个女将 打得境外屏脱 不是百万 却露千里的那位金光龙像 虚名而言 天哪 我一天之内 竟然见到两位传奇人物 你看我这个 我小心烂闹真 行了 上车吧 是 车 难道是 他怎么也在海上 周公子 怎么了 刚才过去的那辆车 是龙女将的作家 龙女将 难道是 传闻中那位实力通天的金国女将 没想到 海城一天之内 竟来了像周林公子林这样的大人物 就连传闻中的金国女将 也都降临了 是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吗 不妨告诉你们 据探索能道的消息 我们下国唯一的至尊 现在就在海上 而我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能够见到了至尊 至尊 那位传说中 如天上神仙一样 手眼通天的大人物 咱们苏家 要是能接触这样的高人 那该有多好啊 那 这样的大人物 就连周林公子都难得见上一面 更何况是我们呢 哎 那倒也是 你 终于那个废话 今天竟然敢威胁我 等我回到地前多半戒告示 你叫他死不群尸 周林公子您消消气 您出道海城 不如我听地主之音 邀您赞幸往下如何 正合我意 刚好我想和你那位美人 多交流交流感情 苏总 您不是答应和我共鸡晚餐 你也配 对 是 我不配 我不配 周生意 要是你的前妻苏曼儒 知道你是至尊 他可得后悔死呀 由于什么不告诉他 你的真实身份啊 当年 我是奉我师父之面 与他缔结婚约 本就我感情基础而言 虽然不想让他知道我的事情 再加上 我身上背负血很深 不想把苏家卷进来 哎 原来周生意 你也是一片苦心啊 这苏家子一家子都是势力眼 不失抬拒 这次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对我而言 不是坏事 至尊 是我心直口坏 以您的身份 从外如本就不是您的两配 但何德何能作为您的父母 那我呢 我哥哥吗 这 你得问至尊的意思 看你表现了 那就是够机会了 太好了 我肯定会促死不撒手 非周生于你不嫁 怎么又摊上一个年人金 还有骆轻语 若是知道我离婚 便会再来纠缠 头疼 龙依雪 我们的实力储备如何 回禀之尊 我们麾下共有宗师十万 佣兵千万 架多大大小小数千实力 都为我们马首实战 差不多是 这三年 我一直积蓄力量 就是为了报当年之城 周家 赵家 你们恐怕想不到吧 当年那个妻子 马上就会搭上帝金 让你们血流成河 至尊 只要您以胜令下 以我们如今的事 足以横扫帝金 两大施加 再等三天 三天后 是我母亲的忌日 我要在那天 杀上周家和赵家 我要以他们之血 祭奠我在天之灵的母亲 龙依雪 时候不早了 把思思送回去 那 我先走了 过走之前 我要一个拥抱 思思 别闹 没想到 我们下过第一之尊 也会害羞啊 那我不闹了 拜拜 龙依雪 周灵她为什么会来海城 难道真的是冲着我来的 这个属下暂时不值 我会去调查厅 你怎么又来了 我见到运气了 感觉到 胸口 好闷 你要不要帮我查一下 我是不是病了 还挺有料的 哎 哎哎哎哎 你俩见姓人 真不知道姓氏 悠伤风化 还真是悠伤风化啊 哎 不是 你俩 那个 思思啊 我可没发现 你身体有什么问题 是吗 我 我真的是气得坏了 啊 我 你看我全身上下 再插一遍 我才没人 我还要心意救人 我没时间给你付忙 周医生 求求你救救我妈 怎么了学长 你快站起来 周医生 我妈她突然瘫痪走不了路了 你知道我家里穷 根本没先去医院 所以我只能来求你了 你妈在哪儿 你快站起来 我妈在家洗小城做保洁 我这就带你过去 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就别去了 你在这帮我看好摊子 哎 走吧学长 喂 周医生 我妈情况怎么样了 只是腿部经络有些动物 我给他按一会说控一下经络题 真是 真是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徐阿姨 举手之老爸 我师父曾经告诫我 学医是为了救死扶张 而不是谋取私利 带来 哎呦弄死我 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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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地摊摆摊呢 周园 怎么沦落到洗脚城 就让你脚来了 周园 你之前不是得死 放上李家大小姐了 什么 这就让人给坏了 我看啊 李小姐这种大家千金 这换男友啊 就好像换衣服一样 周园肯定是 让李小姐感觉欣欣感过了 然后软了 没错 李小姐不识 知道她是周家气死 就把她自开 要不然啊 她也不至于沦落到来洗脚城 我们做爱情 走 叽叽喳喳的 说过了 周园 你个废物 还不让人说了什么 周园 正好 我们来按摩放风放 你给我们俩好好按 这似乎好 那好放 那给你点赏钱呢 你们别误会 周医生不善于那吉士 他只是过来给我母亲治病来的 是啊 周医生大慈大悲 是专程过来帮忙的 听起来还挺高尚啊 说到底 还不是为了赚到那三光良好吗 周园 呦 赶紧别做了赤子 哎 哎呀 啥当你搞 赚到可是比你赛得多十倍 这每天啊 你需要摸摸叫 就是给我听听 怎么样 没事 周园就算给你当狗 但是他不听话就像个不听话 不听话 不听话那就抽卡呀 你们俩一唱以后的 或者说上谁 当狗 你们俩 给我当狗都就是 周园 你说什么 注意你的言词 你只不过是社会的底层 你惹脑了我们 小心在海城混不下去 周园 别以为你有几成功夫就两不行 你功夫赛招能打得就死蛋了 可是啊 这玩意人都有 好 我何家的身上 搞一把枪 他还不轻轻松松 周园还敢称款 你以为 一把枪 就能吓得 你小子嘴还真硬 你告诉你 我这可是真强 这游戏 周园的安心 直接送上七天 你尽管可以开张试试 看看是你的枪款 还是我的全款 丑神 你可不知死活的东西 这他妈当我才敢开枪吗 求求你们放过周医生 周医生呢 他是个好人啊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是 我只是个小人物 这是是没有我说话的份 但只要你们能放过周医生 我 我给你们当牛做马 我都愿意 哎 想的还挺美 想给我们做牛做马的人多了 怕你一个 许诚 站起来 用不着怕他们 周医生 都是因为我让你过来 才招惹了他们 他们都是大人 我只有这样求他们 他们才能扰过我们 你小子 你小子 那还有什么大事呢 这样 你让周园给我跪下来磕头 就饶了他 让我跪下给你磕头 你受得起吗 周医生 求你别再顶嘴了 我们都是底层人 我没有能力和他们抗衡 我只有这样求他们 他们才能饶了我们 这小子倒是挺识气 周园 你就应该跟他学去 你个辣子 有什么资格跟我对着干 他们算哪男子的发生 在我眼里不止一句 你放心 有我在 今天吃不了兜着走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没分事 还广望自大 韩飞飞 你这个屈原覆势的贱人 你再敢多嘴别逼我杀你 你 你敢 有何哨在 我会怕你 你 现在就给你两个去 要 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要 就别怪我手里的枪不张眼 开枪打死 何家何报事 谁给你的底气敢这么报事 你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 就可以让你们何家破价 哈哈 哈哈 吴远 你是什么真能装 一个电话让我们何家破价 你是真敢说呀 和尚 这小子就是屁本是没有 吹牛 倒是真要吹牛 我何家在海城下 哪可以的 就算你摊上了李家大小子 他们李家都不敢说 让我们何家破价 更好 比一个穷屌丝 已经被李小姐给揣了 你现在可是啥也不是 朱医生 何家是海城的地头蛇 咱们别跟他们对着干 难让何家破产 只有帝京周家周灵公主 那样的大人 你算是这边的嫌疑 装什么打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都打听过 你只不过是周家的一个气死 没背景没能耐 只不过是一头可怜崇霸 以你的实力 当然查不出来我们真是故事 帝京周家 在我眼中 不过 周云 你可真是笑死我了 帝京周家 那是夏国第一世家 莫说周家 连何家都动货 没事 周云 你不是要我们何家破价 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 你尽管打 你要动得了我何家一根毫毛 我跪下喊你爷爷 你说的 别后 龙英雪 我给你一分钟组织 一分钟后 我要看到何家破价 至尊 除下马上造反 据你何家破价 现在开始计时 一分钟 这个废物还装的有模有样 一分钟 好 我就等你一分钟 我就在这儿等 一分钟之后 我何家要是没事的 我就把你这牛皮君的脑海拎下来 何少 你还真跟他搅着呢 一分钟能干嘛 只不过 是他最后的争论 周医生 咱们要不跟他们低头这么做 我觉得这是 你也不相信 何家一分钟会合成 周医生 我是很敬佩你 也很感激你 但 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周云 你个窝囊费 咱们总是一副 众人皆罪 你也不相信 你是什么你想证实的 像他这种 我曾被压抑起 比清风静 自以为自己什么了不起 那 今天 我就要让你狠狠地认清现实 很少说你没错 还好我们苏总这么迷糊 不然开出这么个神经病 真是够了 预知 所以你不信 崔伯伯 你的腿已经没什么事了 不过以后要记得了 手操了 你能累坏的身子 谢谢你啊何医生 周云 应该不会是想跑路吧 果然我想的没错 这没法装下去了 又想怎么弄呢 周云 还有五秒钟 只一分钟了 你看 我现在 我何家好 你不是说让我们何家破产出来 不给我看啊 喂 哎 哎 何少 不好了 我们何家破产了 什么 何少 怎么了 可能 什么可能 我们何家 会被一个废物的电话弄破产 什么 何少 是不是搞错了 对 搞错了 绝对是搞错了 周云 你能不能给我等着 周云 算你今天逃过一间 周卫生 他们怎么走啊 回家破产了 他们哪还有心思待在这 难道真是周云生 您的手笔 是我看走一眼了 我没想到您这么神秤猛的 没事 反正你也不知情 周神医不业定做 麻烦你过来帮帮忙 行我马上过去 啊 别叫我妈 没有你个混账儿子啊 明时不关你到处惹是生非 你居然惹上了不得了的大人 是我们何家破产 你个涅脏 你是我爹 我没周二什么大人我 我 我就和那个苏家被赶出家门的追虚 有了点痛 这这总是怎么回事啊 你可觉得是我们下作至尊 我们何家怎么能在一天之内破产呢 您是什么 爸 绝不可能 爸 我什么德行 您还不了解吗 我就是脑子进水 也不敢得罪那位传奇人物啊 何老板 我觉得一定是哪里有什么误会 对 误会一定是误会 爸 咱们在那破产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现在 你只能去求李家帮我 听说李老年是病重 各位 是一决家太子 龙老先生 若是 只好李老爷是个病 说不定 李家能够出城的相助 爸 爸 我把赶紧走跑 放车 怎么了 没有 都是红尤环 这很明显 他怎么回事 何家怎么会破产 刚才我和何少在西小城 碰到了周云 起了点冲突 周云就说要让何家破产 然后何他真的破产了 哎 凡园姐 你开玩笑了吧 你说的那个周云 是刚被我们赶出家门的那个废物巨蟹 他哪有那个本事 我们好了这样不懂 这不可能吧 周云他要有这个本事 我们犯着着把他赶出家门 我们还巴不得把他供着起来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隐情 只是恰好撞上了实际儿 不然周云就算有本事 都不可能让何家这样的大戟然所倒下 不是什么小子 只是恰好 被周云那个窝囊废说中了 你们这是打算出门去哪儿啊 我们打算去一趟李家 李老爷子病重 我们送点礼物去问送你 说不定啊 我们能让李老爷子 重新给我们苏家寿司 没错 我们到时候啊 黑帮周云的下都抖出来 我相信 李老爷子肯定不让他的外孙女 假许无能废 好事啊 那咱们走吧 我家苏家到 李老爷子 听说您得了重病 我特意登门拜访 还请来了医疾队的态度 我老先生来给您治病 李老爷 我们苏家也是夺治您病状 重金巡来 治疗神料 天山雪莲 一点新意还请收下 谢谢 谢谢 两家新到了 谢谢 大神道 周云 你这废语 总是你补散 这里能是你来的吗 周云 你这废语 是我请来给我爷爷治病的 你有意见 李小姐 我哪敢对你有意见 周云就是个废语 他哪有治病的本事 你别被他拼吧 我的本事啊 你又不是没见是吧 周云 李老爷子病重 这里不是你家胡闹的地方 请你自学离开 不关 你 孙子 站着你旁边这位是 爷爷 这位是周神医 他周手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李小姐 你就莫要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他就是个交付郎中 有什么行医的本事 何少说得对啊 我罗七山在整个医学界 也是享有盛名 且不敢妄称神医 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年轻人 居然敢称神医 正是 周云 有点自知之明 你们就这么瞧不起周神医 我爸的病 就是他治好的 什么 确实如此 拜周神医所赐 我之前的完疾 才得以根治 听到了吗 我爸的病 就是周神医给治好的 你们还在怀疑 周神医的医术吗 李小姐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 他是靠一些民间的偏方 误打误撞地把令尊的病给治好 并不代表他的医术有多高明啊 我老先生说得对 李老爷 我劝你还是去中国医院 再查一查 免得身体啊 有一些情况 据我所知 一些民间偏方 不作用 大 你们胡说什么 李小姐 请不要再打付周云这个费用了 倒是真有那行医的本事 早就生命远样 办得着 在那街边摆个地摊 李小姐 治病救人可是大事 你可不能因为一时的私人感情 就把周云 哼得天花浪中 周神医在街边行医 我送给了第一调 哼 李小姐 你觉得你说这话 我会想 你爱心不见 要不是周医生不喜欢张扬 我非得把还下国之尊的事说出来 吓死你了 够了 人家罗家书家一片好意来登门 你就不要再使小孩子平息了 是 你 爷爷 罗老先生的大平 我还是听说过一些 可你带来的周医生 我从来就没有过耳门 李老爷 一个吃脚医生 当然入不了你边 而且 他还是我们苏甲赶出门的退去 李老爷 这个我能被造苏甲 白七百二三 前脚刚和我姐离婚 后脚就攀上了您的孙女 这人 小 此时 此时当真 爷爷 别听他们再说 他们都说太便便了 周医生 谁有大能耐的人 此时 我可以不管你平日的刁门任性 但我约不允许你 有一个刚离过婚 被人家赶出门的罪婿 再进去 爷爷 你根本不了解周医生 我根本不了解 一个被书家赶出门的罪婿 连等我李家的资格 都没有 听到了吗周元 快滚出去 你根本没资格待在这里 周元 你之前不是挺傲气的 自以为拍上了李小姐 周元 拍上了李小姐 我们把你牢底一接 你不一样是一条过程 人人喊 周元 你要是想给自己留点面子 那就请自己 周元 看你怎么办 看你们现在赶索一生离开 世思 你又欺慎我吗 你 世思 世思 既然李老爷子不欢迎我 那我就开罢了 周医生 你不能走 你走了 谁给我爷爷治病 李小姐 我们请来的这位罗医生 那可是响当当的医学态头 他比起这个江湖骗子 那不知道是强了多少人 周医生 请出手吧 好 是 周医生 我父亲他怎么样 没什么大碍 只是风寒入庭 我施起这就好了 真是一名庸医 明明是脏气紊乱 硬说成是风 李老爷子 李老爷子 你感觉怎么样 好了 都见罗先生出手 周云 看到了吗 只要罗老先生略微出手 就能治好李老爷子 你行吗 周云 你就连罗老先生的一根脚起 这罗老 那是名头响当当的医学权威 他周云 算个屁 只是个哺乳流的货色而已 所谓医学权威 也不过你 不仅没治好 还把老爷子的病情加重了 放肆 你个黄毛小儿 敢质疑我的医术 周云 你能不能实相一点 罗老先生不仅是你的前辈 更是你高攀不起的医学名讲 你非但不定中 还敢出言不逊 这小子 就是嫉妒嫉妒罗老先生 医术高昌 让这个江湖骗子 前面无存 我只是说出实情罢了 下谈 罗先生在这给我治病 你还敢说声道歉 我李家 不是你杀佛耍闹的地方 来人 干出去 爹爹 周医生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 你要是还护着他 我就不认你这个孙子 算了 瑟瑟 既然你爷爷听不进去中眼劝告 那我留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意义 周医生 你等等我 这个废 终于走了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你怎么了 罗老先生 我父亲不是说他治好了吗 怎么突然突起啊 我明明是治好了呀 怎么会这样呢 罗老先生 你再给你看他 罗老先生 怎么样 他病情恶化 生命追悲 怎么会这样呢 何少 你不是说罗老先生是医学态度 能治好你老爷子的病吗 罗老先生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 滚了 这些无能之辈 不出去 好呀 把他们干出去 周医生 对 周医生一定有办法 瑟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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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跟我 你把周医生找回来 周医生一定有办法 周医生 刚才我父亲那些话多有得罪 请您不要放在心上 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就人要紧 瑟瑟 你怎么样 好多了 父亲 多亏了周医生 无稽前前 赶回来替你治病 周医生 是我看周医生 你才是有能力的神 思思说的没有错 答案不言切 如果你有需要 我李家 适当鼎力相助 不必言切 就死扶伤 本就是我的本分 周医生 你可惜了 要不 我让思思许配给你吧 周医生 我看思思也挺喜欢你 我们也很欣赏你 你就做了我们李家的女婿吧 哈哈哈哈 我们印象 看周医生的印象 陈蒙台 但我现在 还有血海深仇背负在身 我提不起一点心思 放在和女情城上 没关系 周医生 我等你 你这个丫头啊 平时眼睛长在头顶 对谁都看不上 没想到 对周医生 这么平爱 嗯 那当然了 周医生 谁都比不过 周医生 还没吃饭吧 不如 留下来 踩我们李家 吃个午饭 行 爸 你说咱三个该走了 咱知道去李家 不过事也没办成 还没李家给赶出来了 没想到那个罗老先生 竟是个孤名钓鱼之辈 给李老爷子的病 知道 好 你个破松外卖的 没长眼睛吗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啊 这可是卖八货 你赔得起吗 实在不好意思 我现在确实赔不起 要不你用个联系方式 我肯定想办法 筹钱给你赔上 你个臭屌丝 你就是打工十年 你也赔不起 哟 哟 你小子 不是之前跟周云待在一起 是 我给你个机会 你把周云我 我来磕丑认错 不要 我 这是我自己闯了 不 不能麻烦周云 我从外卖他挺有股气的 好 你不打 那我就抱你 把你赔个轻瞎荡产 把你送监狱里 求求您大人有大量 你熟了我吧 我上面还有一位老五香呀 实在是遮得不起的 挺小的 还有点 那你就老实点 借不淡 立刻马上把周云那个废话 喊过来 官儿 什么警官 爸 这个破松外卖把咱车给抓了 我让他把周云喊过来 给他抠头认错 那可周云呢 不是地精周家吗 周灵要悬赏通级的吗 你这样 等他来了 把他拿下 送给周灵公子 说不定 我们何家 还能得到周家的赏 爸 还是你想 他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那个废物猪银公喊过来 老子弄死 周医生 我闯大祸了 麻烦您过来帮帮我 不然 不然他们说要弄死我 好 我马上过去 我还有事了 先走了 怎么了 周医生 我把他们车撞了 他们要我赔 你知道我家穷 根本就赔不起 然后 他们就要弄死我 不就是车漆擦了吗 没事 赔个几百块钱了 几百块 说的挺巧 瞧 我这可是进口 用的进口车漆 这车漆被刮刮了 整辆车的同心 起码十几万 您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周医生 我知道你赔不起 正好地精周家的周林公子 正在悬赏通梯 跟我们走一趟 就给周公子赔罪 这事就算一笔勾销了 冲击我 你要拿来找我就行 周医生 你能不能识相一下 地精周家周林公子何等谁 就你 你根本没资格让他亲自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赔钱 要么 跟我们走 这样吧 你说个数 我把你整辆车买下来 干嘛 买 你买得起吗 就你这个球状样 这浑身上下 加起来也不超过二百块钱的 臭义 你就是进场女一辈子螺丝 你也买不起我们这车 狗眼看人鸡 啊 我说你是狗 你 我来包玩 何必跟这小的浪费口 我这车 五百万 你要是买得起 我们转身就中 你要是拿不出钱 就乖乖就饭 五百万 这么多 周医生 我看 要不还是算了 他们爱把我咋地就咋地吧 反正我这条命 都不值五百万 我这条命 都不值五百万 小事 会 你还真能多 好 有本事你现在就把钱给他掏出 我知道你着急 那你先别急 嗯 龙英雪 给我送五百万过来 最好是现金 钱马上就送过来了 你们可以先把这奥子给我 重生那么多 你糊涂谁呢 你一个被苏家赶出家门的坠续 谁会给你送钱 你这自导自演的本事 挺行啊 我要是用到钱 又何必犯得着他苏家 还装 行 那我给你十分别 到我要看你吹出来的牛皮 不攻四破 不需十分钟 五分钟即可 这 周先生 你要的五百万 五百万给你 车我满枪了 还有什么话要说 没了 龙英雪 这没你什么事了 你先回去吧 周先生 这俩人是不是招惹你了 要不要我把他们 哎 叫你美女 我们可没有招惹周先生啊 对对对 周先生要买我们的车 我们就卖给他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们千万别无法管 哦 是吗 要是被我发现 你们敢对周先生不敬 那你们 将会从这个世界上 彻底消失 不敢不敢不敢 行了 别吓唬他们了 他们这种人 要犯不着你动手 是 学生啊 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谢谢您周医生 你几次帮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答谢您 答什么谢 当年我和我母亲 当年被赶出周家的时候 我和你一样顶配了的 你好歹还有个母亲相依为命 和我母亲 当年为了救我 难死他时候 回去吧 是周医生 爸 周云这个窝囊背 到底有啥本事 这么多漂亮的女的 都尾在他转 一个找桃花运的被我爸 不过这个女的 气势都是精进 怕是来头不小啊 你最近不要去招惹周云 是啊 爸我听你的 你已经周公子了 嘴皮我弄死他 喂四子 是云乐餐厅吗 我已经到了 那你快上来 那九号包箱 我爸和爷爷都在等你呢 好 我马上上去 哎 妈 这不是周云那个无套费吗 这个费子 哪来的钱买的好车 妈 这好车可加薪五百万 他之前跟我姐离婚之前 一个月就一千块钱成功了 他就能带他 他也买几次吗 所以 这个病 在我们家带了三年 知道了不少事 看你跟我十字 用苏家帐手 挪用钱买的车 周云 有车吗 周云你来这里做什么 吃饭啊 还能干什么 这么豪华的餐厅 你也必来这里吃饭 我问你 刚才坐这倒车 在哪来的 这不是废话吗 我买的 就你这个废物 您能买这气豪车 说 是不是偷偷挪用我苏家的钱买的 好你看周云 你在我们苏家白吃白喝三年 现在跟我姐离婚了 还要偷偷用我苏家的钱 不可理喻 怎么样 被我说中了 没话说了吧 我明正跟你们说吧 车是我自己花自己的钱买 甚至啊 之前你们苏家给我的生活费 我一分都没有花 都在苏曼如给我的那张货币 周云 你少在这里住 谁不知道 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你说的话 我们一定都不会相信 妈 你说的没错 我看呢 你就是向我们不注意 偷偷挪用了我们苏家的财产 不然就凭你一个臭百天的赤脚医生 凭什么买得起豪车 你们爱信不信 不信的话 可以把苏曼如叫过来 他组长你们苏家的财政大学 每一笔钱的流进流出 他都以轻而出 我那个臭小 还嘴硬 我让曼如过来 向你当面对峙 喂 曼如啊 你过来云月餐厅一趟 有件事 许你出面 和周云这个废物 对得清楚 妈 我知道了 正好里得近 我这就过去 周云 待会儿曼如过来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竟可以过来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我无所谓 哼 周云 我告诉你 但凡让我们查到你偷偷挪用我们苏家的钱 我保证把你送进监狱 让你吃一只费子老 苏子豪 你现在倒是体验嚣张的 你别以为你做的那些龌龙事 我不知道 你想污蔑我 我做个什么龌龙事 你自己心知肚明 之前 我只是不愿意突破 妈 怎么了 麦如 周云 你这个窝脑费 是不是偷了咱家的钱 忽然 他哪来的钱买得好 就是 咱们公司干不到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那就是他偷的钱 周云 没想到你这个窝脑费 虽然胆大包装的 偷用我们苏家的钱 公司的确一直以来 账目上有一些问题 只是金额不大 以前没有太过于理会 周云 你听到没 你现在还有什么借口狡辩 你买车的钱 你又是从我们苏家炸上挪用呢 苏总 要不我马上报警 直接把这个偷盗犯抓起来 关个十年八年 你们苏家账目出了问题 与我无关 本来我不想管 但既然你们把脏水都泼到我身上 我就不满了 你什么意思 你问问旁边你的好弟弟 都是他干的好事 周云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我是苏家唯一的男丁 作为苏家本家人 我犯得着偷偷摸摸地 浓用我自己家的钱吗 啊 子不承认是吧 正好我手头有些证据 既然你倒打我一耙 那我不介意发出来 你有什么证据 你傻在这儿弄灭我 妈 姐 都信他 我当然是信你了 周云 你这个废物 你再当我儿子 你干的什么信 都不相信是吧 都认为是我的问题 行 那我就发给你看吧 周曼如 你定能用你家公司公款的证据 发你 这 曼如 怎么回事 他发的什么 妈 我不方便说 你不方便说 那我来说 算个月 是不是在外头 包养了一个嫩膜 还有上上的 你是不是租了一艘游铁 带着一帮胡鹏狗友 出海开外对 还有上上上的月 算了 不说了 我就问你 你哪来的钱 如此肆意挥霍 孙曼如 你只要稍微查一下 就能查出 你们苏家账户上 出了问题的现金流水 都进了你弟的卡 子豪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了 咱们家现在需要发展 你怎么拿着钱 到处落花呢 姐 我也真是糊涂呀 你 周云 你怎么怎么知道我的事 恰好有人跟我说了 怎么 我还要跟你交代清楚 你是怎么跟那个嫩母 夜夜声歌的吗 你 周云 你少太点话题 子豪是我们苏家的人 苏家的钱 他是用了也就是用了 你这个废物坠续 被我们赶出去的 你哪来的钱买的好吃啊 今天你都解释清楚 你别想走 我都说了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你们要是不信 随便你们查 妈 姐 周云这个窝囊飞那么有心机 查肯定查不到 但钱肯定是他从我们苏家拿的 周云 我们苏家从昨天到今天 不少合作方跟我们取消了合作 都投奔了其他竞争对手 你说 是不是你从中做梗 苏马如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是不是拿我们苏家的机密去换钱了 是啊 姐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我说你怎么突然这年有钱买驳车 原来是被我们踹出家门以后心怀怨恨 把这咱们苏家的商业机密去买卖了 周云 你可真带头光 你忘了你苏家供与吃喝 养了你三年 你竟然看出这种事 真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白眼狼 苏马如 我们好歹夫妻一程 我在你眼里 不是这么不堪吗 周云 你没必要再提我们以前是夫妻的事了 我们两个已经了不相干 你一个街头摆摊的赤脚医生 跟我离婚后突然买辆豪车 很难不让我怀疑你 好 很好 苏马如 既然你怀疑我 那你随意着 你看能不能查出来 我出卖你们苏家商业机密的证据 你要是查不出来 我要你亲口给我道歉 周云 傻在这牙间嘴里 怎么卖商业机密这种事 本就见不得光 查怎么可能查得到 但你一定做 所以你们怎么说 我问心无愧 周沈一 怎么还没有上来 饭菜都快凉了 我在楼下碰到了苏家的人 他们一直纠缠不清 他们真是一群惹人厌的苍蝇 那我带爷爷他们下来 替你干涉他们 行 正好我需要你们帮我作证 你今天不解释清楚 你买好车的钱是哪来的 你别想走 你们不信 我也没有办法 那会有人帮我作证 李小姐 李老爷子 你们怎么来了 还不都怪你们 我们宴请周沈一上楼吃饭 你们在这儿侧让他不放 这样干嘛呀 李小姐 周云这个废物 他哪有资格 受到你们的宴请 闭嘴 周先生 治好了我们父亲的病 是我们李家的大恩人 你们对周先生不敬 就是对我们不敬 李家主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只是想查清楚 他周云买好车的钱 到底是从何而来 是啊 我们在怀疑 他出卖了我们中家的商业机密 你看 你们苏家的商业机密 这算个什么 别说是买豪车 就是私人飞机 只要周先生愿意 我都可以送给他 周先生 什么高尚 是你们先入为主 责怪 还不快道歉 否则 别怪我们李家 日后打压你们苏家 哎呀 志豪 快道歉呀 啊 我怎么能跟郭南飞道歉呢 看来你们苏家 是想在海城市 苏名了吧 李老爷子 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证据 就指责周云 是我们的不对 周云 对不起 正没有诚意的道歉 就不必说出口 思思 我们上去吧 好饿 周云这个废物 怎么又帮上来的 是李老爷子 不是不太想 刚没有听李家主说吗 李老爷子的病 是周云治好的 周云这个废物 还有点不止 罗先生治不好的病 谁让他治好 我对他是有点看走眼 麦如 别说这种丧气的话 你不是接触上周云公子吗 周云公子 他抢一万倍 而且上次 他还招惹了周云公子 周云公子 迟早会弄死他 我就等那一天 我看他周云 能嚣张到几次 周先生真是好酒量 老公子自愧服务 爷爷 你们真是的 做好了宴请周云一吃饭呢 他的饭都没吃一口 光喝酒了 小丫头 你懂什么 周先生 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 这次邀请周先生 本就是为了一饮放休 周先生 我们先走一步 慢走 至尊 底下有钥匙相报 说 您让我调查周琳为何来海城 我也调查清楚 周琳 他是为你而来 为我而来 正是 周琳打听到 夏国至尊出现在海城 所以就过来了 但他并不是想 您 又是夏国至尊 那我倒想看看 当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您的真实身份一旦被曝光 恐怕不仅周琳 帝金周家和赵家 都将会掀起金韬派 当年被他们追杀的赤子 如今 居然成为了半人之像的赤子 还有两日 等我母亲既认得肯 我杀上帝金 他们就会知道一切真心 确实 他们恐怕会后悟 当年对我和我母亲 做了一切 至尊 还有一事 与你母亲有点 什么事 当年你母亲的佩剑 群军剑 带你们母子 从周家出逃时移路 现在重出天日 为了今晚海城的开卖故障 通过家族 进行开卖 居然还有这事 至尊 你母亲的佩剑 可是号称天下第一名剑 在古代 得死剑者 无不都是封侯败将的权势人 得知纯军剑要被拍卖 整个下部 全是韬天者 神宝之上者 爹若云而来 就凭他们 也敢给予我母亲的一步 不仅如此 连帝君周林 就看上了这把剑 并放出话来 势必要将杵 修入囊中 那我倒要看看 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把拍卖会地址给我 今晚我要亲自去一趟 除了我之外 谁也没有资格送这把剑 是 周公子 真是麻烦你这样的大人物 他亲自把我们送回来 小事 刚好我想陪曼柔呆一会 周公子 能得到你的赏识 是我的荣幸 我那个废物哥哥呀 别的本事没有 找女人倒是有一套 像你这么知书达理 倾国倾城的美人 我以前怎么没遇到 周林公子 周云那个废物 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才能奉上我几个 不过好在我姐理智 结了婚 碰到没有让她忘了 现在更是跟她产生了关系 不然怎么能遇上 像这样的贵人 那是自然 周云这个蠢物 怎么配想像这样的人间 周公子 既然你看上了我们苏总 不如洗劫连礼 苏总才艺双全 日后 必定能成为 必经周家的好媳妇 不躲您本目大的家业 管理得井井有条 周云别闹 周公子身份尊贵 又岂能是我 像是不善的 你们也不会妄自飞国 虽然你们苏家 不及我周家的一根汗毛 但我周家找媳妇 不看家事 这样吧 等我回到地京 我就向我父亲请示 和你订婚 这 真的吗 当然 那很有趣啊 恭喜啊 以后你就是 递经周家的夫人了 万如啊 还不快谢谢周琳公子 感谢周公子才爱 苏总 能跟周云那个窝囊费离婚 是你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 不然 你哪能奔上周琳公子 当上周家的夫人 周云 你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有朝一日 我会成为你高不可攀的存在 你我之间的差距 日后将是云米之别 对了 金娃海城有一个拍卖会 你们就随我一起去吧 拍卖会 对 此场拍卖会非同一般 非顶级权贵者 非审保前摆者不可容 刚好 带你们去见几世美 顺便接修一下 曾经都没有资格去接触的大人 怎么样 周公子不嫌弃我们 但我们却认识顶级权贵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对啊对啊 以前我们苏家 哪有资格参加这种规格的宴会啊 那就有劳周公子 要不是有周公子 我们哪能见识到 真正的上流社会 那周公子 若我去打扮一番 陪你盛装出席 如何 好 那你们先回去吧 等时间到了 我会叫人来接你 哎大叔 你等什么赢的 周云 周云 这一场拍卖会宾客清单里 可没你的名字 我是临时过来的 以我的身份 参加这场拍卖会 何须提前受药 哟 挺能装啊 你的身份 你什么身份啊 你有个屁身份 装模作样 混进去啊 这儿的客人都是名车名表 男的高顶西装 女的高级礼服 要么身上一身LV 要么不然的 一个穷屌丝 一针地摊货 也配进这里啊 这种见到我见多了 里面都是这位名流 什么 想进去拍不成贵啊 我告诉你 没门 不知所谓 别拿你们家里的眼光来看待 我的身份 碾死你 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讲了 哟 装上瘾了是吧 我才叫当保安十年了 什么人没见过 是穷屌丝是全贵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你啊 百分百的穷屌丝 快滚 难怪你一辈子 就只能当个保安 说什么 招死是不是 我扯你赶紧滚 滚得越远越好 别比老子动手 要穿着别使 少偷你了 这场判断会非同一般 到底啊 咱们不想惹这 免得善便责罚 人工滚 滚 该滚的人是你们 我数三个数 再不让牌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神经病 既然你饶死 那我们就称灿你 谁敢对周世荣 林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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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打子 敢如此放肆 林爷 你认识他呀 何止认识 周先生定位尊贵 乃人中之龙万人之上 身份远非我能及 你们两个萧小之辈 是应该以下半生 活得不耐烦了吗 林爷 是 主要是周先生今天穿的 实在是太紫身了 我还没 以为他要继续叛富贪贵呢 所以 拔开他的头 拦着他 周先生 您差点有大量 放我们一马吧 现在知道错 管了 周先生 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这样吧 让他们每个人 伤自己二十个嘴巴子 去去去去 周先生 昨天搜家晚宴上 我不辞而别 世属抱歉 请你见谅 我此前虽然得到过你的帮助 但却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因此不敢得罪对境周家 现在 知道了 正是 周先生 您能让无双战神和金国女将 两位大人 还此你左右 听从您的差遣 除了下国至尊 恐怕无人能这么待 你倒还不算蠢 北喜您 并已经周召两家又算得到什么 这两家虽然是我下国顶级豪门 在您的实力 这样的豪门 要多少 你都能创造出来多少 你知道就行 别废话 你先去吧 是 请 听见了吧 那位周先生 竟然是下国至尊呢 还好刚才没带棒子 要不然呢 要不要不够死 不不不不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赵家公子 赵凌杰 是我表哥 是神榜第五的无上强者 而旁边这位 是号称铁血将军 胡铁 胡铁 胡将军 威脸神榜第三 赵公子 胡将军 你们好 周连 几天没见又怕女朋友了 这次这个 倒可是国色天象 何比你以前那些雍之俗粉的强态度 那是自然 我的眼光也差不到哪儿去 不过能相遇周小姐 还多亏了周云那个废 周云 周家的妻子 还没死呀 当年我奉家主之命追杀周云母子 是红烟这个贱人 拼死相护 才让这个小杂种逃过了一劫 对了周公子 你知道这个小杂种 现在身在何处吗 他现在 还在海招 昨天我刚遇你 至于苏小姐 就是她的前妻 昨天我刚刚抢了我 你倒是玩得慌 好歹她也是你同父一母的哥哥 连她的女人都抢了 赵公子 您误会 我跟周云 并无夫妻之事 并且我们已经解除了婚 原来如此 周公子 你意思周云那个杂种 现在就在海城 没错 他现在还在打得我们周家的旗号 还不招摇周遍 不过也是 我已经下了拳赏令通期 只怕现在他呀 不敢露头 周公子 你就找到了他 还烦请告诉我一下 让我亲手送他下去 你的娘同居 当年就因为让他跑了 我还让家族给责罚了一顿 这下子他跑得了一时 耗不了一世 谁说我需要 谁说我需要 周云 周云 谁给你的勾当 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我来这里关你屁事 周云 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你一个身份卑贱的狗东西 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场合 哪一个不是下国最顶尖的权贵 就连我们进来 也是周琳公子引荐才能进来的 你这个废物快把滚出去 你这个阴魂不散的窝囊废 你怎么在哪都能看到 你不嫌丢人 我都觉得丢人 周云 既然你来了 正好告诉你 苏总打算和周公子并亲了 日后将是帝京周家的夫人 并亲 苏曼如 你找男人的速度 还挺让我意想到的 前脚刚跟我离婚 后脚就攀附上了帝京周家 你之前不是还义正言辞的说我攀附李家吗 你可真是双标 周云 别拿我和你做比较 你只是个江湖骗子 指挥花言巧语 利用卑鄙的手段拍上了李家 但我跟你不同 我是光明正大的 和周公子在一起 行 好话都被你说了 懒得跟你变吗 你分明就是被我寄中了软肋 华老师 周云 还好苏总跟你离婚了 不然怎么能和周云 周公子在一起 你这个废物 只会拖慢苏总前进的脚步 而周公子 却能让苏总商业才能得到 最大的发挥 日后 地精才是他的舞台 周云啊周云 以后你和我们苏家的差距 那只会越来越大 别以为你抱上了什么李家 就觉得了不起 李家 在地精周家面前 不值一提 周云 你睁大狗眼 太好了 我们苏家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飞口存达的 是吗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想说 你们现在攀附地精周家 还真不是个时候 因为很快 地精周家将彻底灭亡 你看胡言 周云 你这个狗拿醉真是当口就来啊 我们周家 乃是整个下国最顶尖的权贵豪门 就算再过百年 也依旧屹立不倒 是吗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两天之后 地精周家彻底充满 老死 胡言 你想的多年不见 是越来越牙尖尖尖利了 难道你忘了你母亲是怎么 惨死了吗 胡铁 我娘的死 我当然不会忘 这不共戴天之城 再过两日 我就会向你 向周家赵家彻底的讨还回来 好大的口气 可是就凭你 可怕没这个本质吧 这嘴皮子硬 除了能逞一时口舌之快 没有其他的用 这个世界 说到 还是实力数 胡将军说的没错 周云 你不好好归缩起来躲着 还敢出来四处招 你是嫌命太长了是吗 就你一个周家的弃子 无背景 无能耐的肺 我们碾死你 就像碾死蝼蚁一样简单 周云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了 完了 敢在我们面前不断蹦 甚至出眼里去 我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我便自你掉死了 周公子赵公子 这小子这么不知死活 那我现在就出手正杀了 那我现在就出手正杀了 正杀我 你尽管出手试试 看你小子是活腻了 周云 我承认您有几分事 但是胡将军是神宝第三的强者 就你那点小企量 在胡将军面前屁都不是 周公子说的没错 杀你 请不反掌 诸位 今晚的拍卖会即将开始 还请各位有序入座 胡将军先入座吧 杀这小子 不急这一时 他今天晚上在这儿 插翅难逃 等拍卖会结束了 再震生 胡将军 这里人多 要是当正宰了这小子 还出去 对我们地警周家赵家 名声不好 好 请两位公子呢 再让你活一会儿 拍卖会结束之时 就是命丧之日 好 我就在这等着 我看你能奈何 周云 死到临头了 还敢大言不惭 简直无可救药 这位先生 请问您坐哪里 周先生临时过了 坐我的位置吧 我站在周先生旁边请 他也在坐在这儿 去角落里蹲着 垃圾桶旁边 才是你该的位置 周林公子 您也说 但这位先生 就他的位置 他林震南 算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是听他的 你是听我的 林震南 你居然还敢 跟这个笛 待在一块 你信不信不 让你这个江本龙 从这个世界上 彻底消失 是 周林公子 我知道你家大业大 需细等此分 但即便如此 我仍站在周先生里这 好 很好 我不知道周云给你 惯了什么药文药 让你这么效忠于他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林震南 将遭到我们整个周家的脑压 我会拿家事出来压人 周林 你也就只有这点本事罢了 周云 少在那装算 你无非不过 就是嫉妒我用背景 我不像你 你只是一个 被家逐出门的客人虫啊 别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 咱紧找个垃圾桶旁边蹲着 这场拍卖会 就公开的 又不是你们两家去办 我坐脑 刷你们屁事 周云 你还真是可笑 你来之前 都不弄弄清楚 此场拍卖会 非滔天 并非 以及权贵 不可入内 每一座人能做的位置 都是有讲究的 诸位先生 规则确实如此 哦 那我倒想听听 怎么个案子不做 哎呀 他一个穷者 自然是没见过什么事 那好 我便告诉 身价百亿者 一伙神榜前百者 可做第三排 身价千亿者 神榜前十者 可做第二 权贵公监 神榜前三者 可做第一排 像你这样的无能指 连做最后一排的资格都没有 只不必在垃圾桶旁边 对 我还以为有多高端呢 也不够如此 周云 你什么意思 我想知道 身家万亿 神榜之上 赐尊敬 坐哪里 你小子不会傻了吧 我们下国只有一位之尊 这位之尊 用擒天之能 横压一世 常年神龙见首 就连我等都难以见其一面 你敢冒充至尊的名号 你真是自寻死落 你个牙签封的小子呀 我以为你盯多是投屋车了 没想到你胆子这么 敢冒犯我们下国之尊的名号 你就不怕 褚天飞吗 周云 我对你太粗了 没想到 你居然可以疯到这种程度 这个神旧病 怎么得管世林病院 看一辈子 这么大的场合 耽误大家时间不数 还在这风也风雨 就该死 走 周云 如果是那位下国至尊清零 我们所有人都将俯首称称 而不是像你这只过街老鼠这样 人人寒打 难道你们一点都不怀疑 你们口中的下国至尊就是我吗 周云 你个跳梁小丑 在这里讲家伙逗大家玩呢 你钥匙下国至尊 那 玉皇大帝吗 要是那位至尊在此 听你冒用他的名号 只需动一下手指 便将你碾为尘埃 赵公子 赵公子 这小子妖言获重 就像苍蝇一样 我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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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的 真是超人业 现在就杀了他 省得他给我们讨价还价 好 我赞成 在场的各位 谁有意 我也赞成 立马处决这个废物 这个臭小子 咱们就该死了 我同意 我一百个赞 我没意见 我赞同 他敢冒用我们下国至尊的名号 就该死 我也赞同 这种疯子早死早超生 我也赞同 这种疯子早死早超生 周云 听到了没有 大家都想你死 那么 准备死吧 我看谁敢动他 地精洛家的洛青鱼 洛战神 洛青鱼 你怎么来了 这位就是神榜第二 地精洛家的洛青鱼 洛战神 果然如传说中描述的那样 不但实力聘天 而且姿色清澈 帝京洛家是仅次于周家和赵家的豪门 洛家年轻一辈 除了洛京宇这位天交 洛家怕是有望其身帝京第一世界 洛家琴 你刚刚说的话是何意思 事都聋了没听懂啊 你没资格动周云一根寒 动了他就是与我为敌 那你究竟是何意啊 洛情宇 以你的身份和地位 搬不上宝什么一个周家亲子 洛情宇 你得给我们一个解 很简单 因为周云是我未来的夫婿 洛情宇 你在和我们大家开玩笑 就凭他哪一点配得上 成为你家的夫婿 洛家人 你的清高和傲气 温清整个地境 多少天交都入不了你的罚眼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看上周云这个心 洛情宇 我可没答应到你洛家的夫婿 你只是现在不答应 迟早你会同意 洛情宇 以前我三番五次的追求你 你都不答应 我甚至还亲自携众礼上你家提起 你都把我拒之文败 我以为你自视清高看不起我 可现在 你却扭过头来倒贴这样一个废物 洛情宇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侮辱我吗 我洛情宇一生行是又何须向你解释 而且周云是我最满意的夫君人选 比你强万倍 可笑 真是可笑 就他 我一只脚就能踩土的蝼蚁 洛情宇 你可真本性 你说什么 信不信我割了你的舌头 洛小姐 请容我说句话 周云是我前夫 他是什么品性 我一清二楚 您可别被他给骗了 海生李千金李小姐 还在那暧昧不清 现在 又攀附上了您 您觉得 这样的人 怎么样吗 你在教我做事 不敢 亮你也不敢 你不过只是一只目光狭隘 中看不忠用的金丝去 怎能读懂我的心思 你 好了 骆轻宇 若你执意保周云 我们迈个这个面子 我们现在不去为难他 现在 我们就等着拍卖会开展 你怎么能 我听说你离婚了 所以立刻就赶了过来 我离婚了 又不一定会选择你 起码我有了机会 我骆轻宇想要得到的 先方百计要得到手 难怪外界有传议员 说审宝之上 招惹谁都不要招惹你 因为你最难招惹 这一点 我承认 诸位 接下来 拍卖会致时开始 此次拍卖会 仅有一件藏品 想必 各位也是为了这件藏品而来 接下来 将为大家展示 这件藏品 乃是我下国第一名剑 本军剑 谁拍价 一千亿 周先生 若是我拍下这把宝剑赠给你 不知你是否愿意 答应做我落家的女婿 一把剑就想收满 你这主意算满打 真好 不必了 我自己会夺到手 千万亿 两千亿 三千亿 请问 还有人要金牌吗 四千亿 呃 呃 那我就看 究竟是你落家在里面后 还是我周将更上一场 千亿 六千亿 七千亿 八千亿 周人 可以找茬是吧 我就是合理禁拍 怎么在你眼里 就先找茬了 合理禁拍 所以 这明明是恶意才见 白白关小姐 如果有人恶意才见 是不是可以将他驱逐 这 这小子根本就拿不出钱 就算你落家报复了八千 可不是那么随便的拿出来 周林说的没错 八千亿可不是一笔小数 就算是资产过万亿的落家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筹集八千亿 千亿 也是不可能的 骆清语 我劝你不要因为这个废文 得罪了周兆两千 也说是 就是我周兆也很难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凑齐着八千 你们两个是不是搞错了 我什么时候说 这笔钱要落家听不出 你什么意思 君不懂 这八千亿 我自己就可以拿得出来 无需他人报复 宋元 我没听错 你这个窩囊费 越吹你越大 那可是八千 就算是我周兆 无法在第一时间内 资这么多钱 你个穷屌丝 八千亿都放不出来 我给我八千 周允 你存心找茬是不是 我知道我跟你离婚后 你愤愤不平 但也没必要用这种法子 来吸引我 苏曼如 你未免也太自恋了 我说过 我跟你们苏家已经恩断义绝 我有必要吸引你的注意 这纯军剑 是我母亲身前留下的遗物 我自然要拿回来 你就算想拿回来 你也得撒朋友照照自己 八千 你都留几个钱 自己心里没点儿逼数吗 八千 从你祖宗十八代 到你这里 能拿得出来吗 周允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能装啊 今天地精周家周公子 赵家赵公子都在 你还敢这么胡言乱言 周允 你就是个废物 你要是能拿出八千亿 脉如 何需跟你离婚 都不相信 我能拿出八千亿 那我要是拿出了八千亿 你要是能拿出八千亿 我现在跪下管你叫爷爷 行 说话算数 免得到时候又不认账 周元 我什么时候赖不着 反倒是你 牛你已经吹出去了 我看你怎么圆 你这个白痴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你要是收不了场 就给在场的所有人 跪下磕头叫天爷 你还真是不知好歹呀 八千亿起事而泣 别说八千亿现金 就是八千亿明币 你一想 也拿不出来 周元 你可知八千亿是什么概念 你穷极一生 你说八千亿了 一个亿 你都未必拿得出来 这位先生 为了不耽误拍卖会 继续进行 现在 麻烦您出事一下 您的资产证 若是您无法出事 我们将取消您的拍卖资格 周元 你不是说你能拿出八千亿 快出事一下 大家都等着看 八千亿是建筑着的 今天 你能看见一个天大的秀吗 不知所谓 让我打个电话 好的先生 您请便 但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们只能等你十分钟 若十分钟内 您没有出事您的资产证明 您的净快资格将被取消 用不了十分钟 三分钟足矣 若一雪 给你三分钟时间 从我遍布全球的资产里 调及八千亿资金 打到我卡里 周元啊周元 你不去当个野人 真是屈才 你这装模作样的本事 真是很大开眼界 你以为你是谁啊 霸道出来吗 还遍布全球的资产 你这句话真的把我都笑了 遍布全球 你小子就是把你的鼓 全部收成轨 撒到大海里 你也遍布不了全球啊 哈哈哈哈 周元 作为你的前妻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太少丢脸了 所以你们怎么说 只需要三分钟 我说的是真是假 自然见分析 那我别等你三分钟 我看时间到了 你的钱没到 等着看年面及时的脑子 不需要三分钟 现在 我的卡里已经有了八千亿 周元 你这个白痴在逗大家笑吧 你这是什么卡 我们见都没见过 不会是玩具卡 啊 哈哈哈哈 看样子 这真的是一张玩具卡呀 我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银行的卡 长这个样子 你不会告诉大家 这卡里有八千游戏笔吧 啊哈哈哈哈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有幽默细胞啊 玩具卡你都拿出来 来 你问问这位拍卖关小姐 玩具卡 冷血 先生 玩具卡我们这里刷不了 听到没有 这一活被吃 你们无知 不认得这张卡 我可以理解 这叫至尊龙卡 在全球的任何地方 都可以使用 别 就继续憋 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燕姿 先生 这 叫你燕姿 是 终于 你不会得了失心疯了吧 一张玩具卡 你居然还拿了燕姿 你不会是红子情的 这不批吧 啊 哈哈 骆轻衣 你怎么会盗窃这么一个 是想落下落寞的不够早房 你们没见识 顺不得此卡 还在这吟吟狂吹 不觉得自己像个跳梁小丑啊 先生 您这卡里真有八千亿 是我冒昧了 抱歉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小子 哪来的八千亿 赵公子 我没搞错 这卡上确实有八千亿 你若是不信的话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POSE机上的显示结果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极其坏了 一个宗家的妻子 一个被前线抛弃的无套配 他哪来的八千亿 事到如今 还在这自欺欺人 赵云基 知道我当初 为什么拒绝你的追求 讨厌你吗 因为你自大狂妄 信心 卑力 八千亿 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难道他意识深藏不漏吗 周琳 你刚才不是说 只要我拿出八千亿 你就跪下叫爷爷吗 现在该兑现承诺了吧 休想 看来果然如此的 跟我预想中拍的一样 请别得意 这八千亿 一定来了不招 狗屁之尊弄卡 说不定都是你偷来捡来的 我会去弄清楚 死死死 死死 周琳 你我知道你想问是吧 但是我不想 好 你不想说是吧 那我不问便是 别得意 就是 朱先生 是把尖勵拍下了 你请说好 我们走吧 是 朱先生 周语那个废物 哪来这么多钱 这小子难道真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 不可能 他如果有背景 范子长之前去苏家做三年的商费追讯 两位公子 这个周语之前就是一个九十一刻 谁知道哪来这么多钱 我看今天这场盘卖会 就是个天大骗局 肯定是洛战神 为了摆脱赵公子的无苦追求 和周语那个窝囊费 一起来联合片 确实如 大卫公子 倒是一个主意 说赵公子 你去引开洛青语 洛战神 还真杀主意 这个小杂种 好主意 只要洛青语在他身边 有胡将军的人 定了让洛青语死无缺失 他就这么安排 胡将军记得把春军剑拿回 吃 周语 把你手中的剑给我留下 或许我能考虑给你留个真实 就罚你没有这个本事 从我手里夺走这段剑 我乃神绑第三 杀你还不容易 你要是不配合 就别管客气了 神绑第三 楼已管 不死 我有一剑 我斩尖杀 你是下国 是自 现在知道 太晚了 别躲了 我知道你在偷看 周云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瞒着大家那么久 不愿意说出你的身份 如果你早一点说出来 苏总就不会跟你离婚 你都离了 说这些有何用 你怎么会在这 我听赵凌杰说 会派出这位胡将军来刺杀你 我就跟过来 其实 从洛战神方面维护你 我就对你的身份有所怀疑 但是 我想亲眼确认一下 你走吧 但最好 不要把我的事情伸张出去 为什么周云 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说什么 说出来不好吗 说出来 大家就不会以为你是混吃等死的最绪了 多说无意 你走吧 我和苏家 已经没有任何瓜董 他们怎么看我 无所谓 周云 对不起 以前说我有点无中 就知道你是下国之尊 多次提过你 我向你道歉 我何曾需要你的道歉 之尊 实际已到 八部号里 莫及天下宗师 陪我上地井 灭周照两家 是 菲菲 昨晚你去哪了 我没去呢 苏总 你们这是打算出门啊 林公子不辞而别 打他电话也打不通 我们想去地井找他 是啊 你可以见 要不你跟我一块去吧 爸 有件事情 准备给您告知一下 什么事啊 前几日我去海城 遇见了周云 那个星 他居然没死啊 什么 他现在怎么样了 估计这会儿 已经死在胡椒 你手里吧 他好歹是你同乎一五的兄弟 你怎么如此 心狠熟了 朱莉 他十年轻就该死 事到如今 你还对那个贱人 身下的杂贼念念不忘 你别忘了 当年你能坐上周家家主之位 是谁帮了你 夫妇 我们本来不想弄死 但是那个小子肆意妄为啊 这个就不能关门了 哼 少主 海城苏家是出现 告诉他们 我不见 灵儿 这海城苏家找你有什么事 妈 没什么事 苏家找你苏麦如 曾经是那个贱妻的贱妻 而我为了刺激周云 就答应苏麦如 他成为你了 当然 我只受死 我还以为你要娶那个破鞋回家呢 怎么可 我堂堂地经周家大少 难道会娶一个贱妻 贱妻当老婆吗 哎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要遭到死我而去吃枪 至少也得是龙女叫龙映雪 那样的吴双元才配得上 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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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没死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死了呢 你这会儿 我应该死在吴将军的手里了吗 你说错了 应该是他死在我手里的 怎么可能 吴将军是神绑第三个 神绑第三个人 最有此而已 不已 不可能 一定是你跟胡将军达成了什么协议 还在暂时留你这条狗命 周云 这小杂种好大的胆子 不乖乖躲起来 却不得上我周家的杂种 赵月 是 我母亲当年就是你派人 云家狗人 这个 我今日上门就是为了他 就别指 来人 既然你自询死路 那我就成熟了 就这些 你觉得 奈何得了我吗 放手 你跟谁干 周厉 你什么意思 他好歹是我的亲吻 我明天已经死 就能放过他吗 快 放过他 不可能啊 这小杂种自己找上门来 你就必须除了他 你 周云 赶紧走 有个赞 没人敢动你 直到现在 你才念起我们之间的负质之情 怎么了 我不需要 你什么意思 周家弃子周云 今日 请递经周家满门 不死 周云你好大的口气啊 周厉你看到没有 你念负质之情 可是打总根本不理你的情 周云你 周家弃位 放手 嗯 你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如此实力 我说过 下国之尊 现在 你 你 你就是那位万人之上的下国之尊 不可能 也不可能 来人 来人 别反了 周家 除了你之外 别他人都已经被我进入滑头 至尊 我已完成你的命令 率领宗师师传 将周照两家其余人 总是你女家 王女家 她 真的是下国之尊 人家现在才想 已经晚了 周家 周家弃子 我可不是下国之尊 这家座 这下国之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周云 不枉是我周你的儿子 不依靠周家 竟有你今天的曾经 能否看在我是你青春部署上 帮你去 现在你年纪我是女儿子吗 十年前 你干什么去了 十年前 我和我母亲被赶出家门 逃避天涯 我母亲为了保护我 四子也怪 那个时候 你有顾及亲情吗 周云 我有我的苦衷 周 有苦衷 又可以看着我母子俩被人追杀 就受旁观吗 不 不必 你这个父亲 我认 今天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一 自我两断 二 我 亲自动手 送你们上路 周云 好歹也是周家 先 越想周家 等你死了以后 你该怎么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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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造成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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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好了娶娶姐過門 怎麼現在又閉門不見 朱玲公子不會反悔吧 媽 想什麼呢 朱玲公子可不是那樣的人 兴許他現在正在接待什麼重要的客人 所以才不來見我們 等下午的時候我們再去拜訪拜訪 這地經朱家是頂級好門 不會出而發而吧 喂 好 我們在地經咖啡廳 曼如 是誰啊 是何少 他也在地經 並且他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們 哇 你出大事了 何少 出什麼事了 就在剛剛地經周朱家被人滅了滿門 媽 少 放不亂吃 這話可不能亂說 這地經周家是頂級好門 怎麼能會被人滅門呢 你們不信 我這有圖有真相 怎麼會這樣 我們好不會開場地經周家這條路 現在 周家出了這麼大的片 何少 是誰有這麼大的門的 以免中趙兩家 還能是誰 當然是那位下福至尊大 還好 你們跟周家沒有走得太近 不然 只怕會殃及吃魚受到牽連 這可是不幸中的萬幸 是可惜了 完了完了 本來以為咱們蘇家 橫飛有望了 可現在周家出事 那我們接下來怎麼辦呀 要不 我們去求周雲回來吧 雷雷 說什麼呢 趙公子之前派高手 專門查出周雲 周雲事身是怎麼都不清楚 而且 這種只會依靠女人吃軟飯的男人 這輩子看不起他 蘇總 其實 伯伯 你怎麼了 去這個廢話說話 就是啊 伯伯姐 以後你不要在我面前 你再提起那個人 你提起他我都哭了 你沒有怎麼會知道 那條周周兩家的下國之族 就是周雲 你們蘇家又想上市 其實我有答應 何少 你有什麼辦法呀 你們家 是你破產 都先坐下 我們何家 現在 我已經要啼死為生了 而且 比起以前那是更加 現在 九連春雨 娘 那都補在 現在 是 這 是 地經陳家 儘管是地經的二流神 但是他效忠下國至尊 周周你家被至尊損滅之後 這陳家順理成章了 跟了陳家不少產 現在 無日中間 而陳家老爺子正是外公 何少 您想到 你還有這種關係 我何家在我外公的房子 那迟早 是會成為海城的第一時間 而且 我外公還說了 有機會 帶我去見一見那位至尊大 讓我一堵尊柔 何少 你們下國至尊做靠山 以後前途無量啊 我們蘇和兩家 是交好 以後 非凡同達了 可不能忘了我 那是當然的 我一直仰慕蘇小姐 藉此機會 我也不藏著椰子 蘇曼儒先生 我現在正式向上必須求婚 何少你 姐 快答應啊 你和何少結了婚 說不定咱們以後蘇家 還能和下國至尊大小關係 對呀 何少 現在是妥妥地選那股 日後成就 非同凡響 萬如 只要你答應 我們的婚禮 就定定递精準 到時候 我會讓我的外公 邀請那位至尊大 參加我們的婚宴 見證我們的婚宴 蘇總 請出答應 和尚 以后我也将你请了 和尚你才是曼儒的良配 这兜兜转转的终于走到一起了 妈 放心我是不会亏待曼儒的 我说到什么 到时候我会邀请两位下国之尊 参加我们的婚业 这将是所有都陷入不来的舒适不安 曼儒 如果你知道周瘾就是三国之尊 不知道你会不会后悔今天做下的决定 至尊 周家和赵家被灭 在地境引起了不小的互动 地境大大小小的势力 都求着见你 无聊中 好 至尊 你大冲刀报 如今各方势力都求见于你 我只举办一场青雾印 既能庆贺你熟人仇人 又能汇见各方人 真是行 这个主意不行 那就交给你去办 是 至尊 李虽虽小姐 还来地境找人 要不要 告诉他们的位置 他大老人跑过来 有剑 想说一 那就让他过来 是 李小姐 至尊他在 意见酒吧 你过来 至尊 有分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 什么事 你说吧 至尊 李小姐和洛小姐都亲目于你 你打算选择谁 您大仇以报 你该是时候考虑中宣大事 我还没考虑好 他们两个 都是年人机 真让人偷疼 好了 郑真一 我总算是找到你了 你大老远祖第一经过来找我 不幸福 给了见你 哪怕你今天还小 我都要知道你 一点也不滑 你可真执着 正好眼下无视 我陪你出去逛逛 好 太好了 何尚 怎么了 好消息 我刚刚得到消息 下国至尊 要地经举办庆功宴到时 整个下国的名流钱贵 全都会到场庆祝 那我们能去吗 那是 而且还有更好多主 到时候 我和曼仁的婚宴 就定在庆功宴的同一天 同一个地方就行 到时 不光能沾沾至尊大人的 我还能结交天下的一流钱贵 何尚 这个主意好啊 何如 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的 刚好 我也非常想见一见那位 万人之上的 为什 何尚 你和曼仁的婚宴 和这位至尊大人的庆功宴 同时举行 是能沾沾到我们大人的光 但会不会 他不会 那 放心 我外公也至尊大人交 我只要让我外公出面说几句好话 那就都不是问题 而且 说不定 至尊大人还会祝福我们这顿新人 那解决太好了 哎 姐 那至尊大人的庆功宴 具体在几何就 今天 必须万荣大酒宴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带曼仁去选一套合适的婚纱 何尚 那我们赶紧走吧 走 瑟瑟 我们来这干嘛 当然就是婚纱 长这么大 我还第一次穿婚纱 这位美女 你这么漂亮 穿穿婚纱一定很好看 这位医生 这个好看吗 嗯 还不错 抽云 这么巧 在这也能碰 你怎么在这 当然是陪我看婚纱的 什么 爱找你们了 这倒没有 李小姐 我奉劝你一句 嫁给谁 都不要嫁给他 像他这种一无是处 只会靠女人吃软饭的男人 要不就 你懂什么 周医生啊 粉丝大着呢 我的眼光可比你弃 你不会是和这个合法要结婚了 还是小婚纱 是又如何 唉 那我只能说明你眼光真差 放着周医生 这样你丈夫不要 别碰碰碰碰 晚上找了一个 这么不起眼的 小 人 是 你 李小姐 我见你是李家大小姐 才对你客客气气 你你可别得寸进尺 高 现在 已经今非昔比了 就连你们李家 不过丝毫不惧 哦 怎么说 跟你说吧 我已经搭上了下国至尊的那层关系 日后 我们何家 势必将你们李家踩在脚下 因此 下国的 。 你 我 不过丝毫 有 几个 说 好吧 我 在 看 有 什么 你 这 怎么 ении 4 你 原来你就是靠捏造虚假身份 才把李小姐骗得团团转 你真当是 无耻至极 李小姐 那就只有你这样的傻白天 才会被一个窝囊废的欢迎乔宇所骗 堂堂下国至尊 在苏家当三年的坠屑 简直荒庙 哼 你们两个傻傻 SMC 瑟瑟 没必要跟窝囊废 我们走吧 等等 周小姐 还有什么事呢 周云 我奉劝你一句 不论你嘴上功夫如何了 但谎言终究会有出负的那一题 到时候迎接你的僵尸万机不负 没错 周云 你敢打下国至尊的明慧 到时候要撞叶 将死无权失 就连帝经周照两下 都被那位大人随便 只有你这样想 只会死得更惨 所以你们怎么想 我周云立于天底之上 又岂会在乎你们这些 恳不俗子的看法 周云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忠告 现在回头 俺来得及 你骗得了别人一时 骗不了别人一世 师师 我们走吧 服务员 把你们店最好的钻戒给我拿出来 好的 先生 这颗钻戒是本店的镇店之宝 价值一个亿 几个亿 什么鬼 你姐跟何少结婚 这一个亿的钻戒算什么 先买家 让何少跟我报销就是了 也对 何少放上了那位赤雅国志尊 一个亿对于他来说 我算了 思思 你刚试完婚纱 又来首饰店干嘛 你就这么想结婚 那当然了 我巴不得立马给你终于生结婚 然后给你是个大方小子 秋云 你居然还没死 在你入土之前 我都会活得好 秋云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你才能放好一点 太对了 我跟你们这一家人说话 不知道什么态度 你 你怎么你 真会气 总能遇到你们一家 李小姐 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我们苏家早晚可超过你们一家 到时候 你们那一家有求于我们 现在走到了 然后别后悔 这一回事 刚刚后悔的 会是你们 李小姐 我看你和周云这个废物待久了 也变得牙尖嘴利 真的是不可理议 就牙尖嘴利 怎么样 别跟他们吵 咱们赶紧往钻戒买来 去叫咱们姐去 服务员 把这钻戒包起来 你们现在就刷吧 不好意思这位女士 你的卡余额不足 怎么会余额不足呢 小豪快刷你的卡 妈呀 你又不就不知道 我姐管我钱管得有多赢 我哪有一个意思 买不起你就别买 服务员 这个钻戒我要啊 你 不好意思这位小姐 你的卡也余额不足 我可以忘了 前段时间花销过头 这个卡是不是你 钱了 哟 堂堂李家大小姐 你也没钱买呀 你装什么呢 你说什么 不会没钱买吗 我这就打电话 让我爸打钱给我 不好意思啊 李小姐 等你爸把钱给你打了 这颗钻戒 我们早就买下来了 我姐就在附近 我去找他 过来把卡给收 休想 这颗钻戒我看住了 这颗不许和我家 李小姐 把什么大小姐加的 这家金面 又是你家的产业 谁先付款 谁先得 走 快点给姐来刷他 好嘞 按照 周云 你想干什么 思思信的卡里 确实没有那么多余 但不代表 我没有 这颗钻戒 我替他买 周云 你别再丢人谢了 这个钻戒价值一个亿 你买得起 八千亿我都拿得出来 这小小的一个亿 你觉得我拿不出来 周云 你还真以为你有钱 上次开卖会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洛琼 捡了一出好戏 其实你就是一个情光蛋 靠你吃饭的废物 目光小爱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 你这张破 到底你要不能刷出一个亿 那是刷不出来 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刷卡 好的先生 先生 这张卡刷不出来 刷不出来 怎么可能 周云啊周云 你别在这儿丢人了行吗 我都替你感到尴尬 没钱 还把中脸充胖子 我该当一笔费 先生 您这卡属于至今未经卡 我这边已经读卡成功了 但是刷不出来 我放过货席给您刷 您稍早 啊 先生 一对你支付成功 哦这好 您拿好 姿子 我们走吧 你 对对对 哇 他周云卡上怎么有这么多钱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李小姐的卡 李小姐故意让周云 在我面前闲呗 那个费 我还不知道他什么东西 我就说 拍个窝囊费 傻本事不会 就是一口软饭吃到死 我倒要看 哎 反正 本事 周医生 你看你钻戒都给我买了 是不是该考虑什么时候娶我呀 我给你买钻戒 又不代表要娶你 你这是什么话 哪给你们买钻戒 等就是要娶对方的钱 你理由可真懂 周医生 你为什么不娶我呀 我长得又不差 体贴温柔 上的冰糖 下的厨房 你不娶我 你娶谁啊 当然是娶我了 周云是我洛家的夫妻 只能娶我 其他人 还不够可 你是谁啊 地经洛家 洛青语 其他人都称呼我为洛战士 小丫头 跟我抢男人 你还嫩了点 洛青语 你怎么知道的 以我的人脉和手段 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去 我也能找得到 你可真难成 周云 我劝你还是别考虑 跟我结婚吧 你想要什么 就给你什么 不行 周医生是要跟我结婚的 论驾驶 论能力 论颜值 论哪一点比得上我 你觉得你还有希望吗 这些我是比不上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 是个很麻烦的人 你不高啊 不像我 我问了主编 周医生 你真喜欢我 是吗 周云 你说我们俩 你喜欢谁 这个问题 我选择不会的 我还有点事 先走 你们俩慢慢聊 小丫头 明天就是周云的庆功宴 我会在宴会上当面再次提起 你还是放弃 我是不会放弃的 你提起 我也提起 故人 可以 为 years 你 请 你 我我和某如的婚宴可没妖娅 你怎么这么不要理 自来啊 你们两个的婚宴自然与我不管 今天是我的庆功宴 昨天是我的庆功宴 怎么我来这儿爱着你们了 笑 这里是为那位全市滔天的夏国至尊举办的庆功宴 你算了 也配过来凑热闹 周云 你可怜往脸上贴金了 你还真以为是夏国至尊啊 不配 你别做本事梦了 我是不是夏国至尊 又不是你们说的算 让开 别等我的路 周云 你小子又装上了 好 那我倒要看看 今天你能不能从这大门走进去 夏国至尊的宴会 邀请他 都是天下的名流群会 你没被邀请 我看你进去 周先生 里面请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怎么把那小子给放进了 周先生 是我们名单上的尊贵客人 当然 尊贵 就他 尊贵个屁啊 刘造 今天是我们的大婚之日 不必要动的 我们也赶快进去 来 走 抱歉 你们不能进 我说你们两个狗东西 闹茶是不是 那小子能进 凭什么我们不能进 周先生 在我们的名单上是我们的客人 而你们不在 所以不能进 请谅进 你真是把我给弃销 我告诉我外公与夏国至尊交好 我们又在这举办婚业 我们怎么就不能进 这是规定 请谅进 好 能给我打个电话 我看看你们两个看门狗 让不让我进 喂 外公 我们到酒店门口了 有两个抽开门的不识抬举 不让我们进 麻烦您给拖一个 现在可以进来 抱歉 好多人啊 今天是夏国至尊的庆功业 各界民流全会都来了 当然 哎 过来看 周云这个废物怎么坐在这两块的守卫 正少了我们内容 我 周云 我起来 这个位置 你也该坐 这个位置 我有何坐 周云 你非要让我们把话说明明白白的吗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混进来的 但今天这场宴会是夏国至尊的庆功宴 而这宴会的首座 只有夏国至尊才配坐 却那位记者还没有来 如果你不想死 赶紧 上面给我滚下来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夏国至尊 这个位置本就是为我准 我为何不能坐 周云 手 周云 下国至尊什么就是 乃一万万人之上 在他之下皆为楼也 这场宴会的首座乃至尊王座 就你这个臭座 连给这个座位定找的资格都没有 周云 你可千万别进夫的敌应不止度 否则至尊一路 协流千里 说吧 我已经说得很快 至尊是我 这首座本就是为我而准 书问 今日是夏国至尊的庆功业 本该是个隆重的场合 但是 今日有个跳梁小丑在此闹事 我外公与夏国至尊交 这事 我必须管 这东西是夏国至尊 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 谁 这小子 谁啊 这么唱 我虽然没见过至尊大人 但是他不可能是 是啊 这小子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至高无上的至尊大人 这种疯子 反而是怎么让他进来的 周云 千里 在场各位没有人认识 还敢称自己是至尊 他们不认识 因为之前他们只听说过我的情况 并没见过我的真人 好 周云 你才总是让我今天就彻底撕破你的伪装 是 外公 今日宴会之上 有个小子不知死我 冒兴至尊 麻烦您过来 将就地正法 周云 我外公不一会儿就过 我外公与至尊交好 他的一道 白痴 就等着原情毕露 坐着等死吧 请 我就在这坐着 看看到时候 却谁在等死 死到临头了还敢存意 周云 你真是让我打开一切 周云 今天非得让你 给血剑当场 至尊赔罪 给所有人赔罪 我都有办法 何家何报什么 你之前得罪中先生 我还没想得罪 今日还敢盗身逆施 以下犯上 是谁给你的孤单 周云先生乃我的家伙至尊 不 天威 不可 什么 什么 林爷 您说他是志尊 今天这场盛宴 是我亲自责罚 周先生不是下国者孙 难道你 是 不可能 林爷 这小子撒我 他肯定是把你给陷了 那我呢 你给陷了吗 参见之尊 想必在座的各位 都认识我 知尊此前不愿意抛头露命 所以一些无知者 冒犯了知尊 今日我在这里郑重宣布 上面这位周云中先生 就是我们下国至尊 起来吧 他居然是下国至尊 他居然是下国至尊 哪个人 童女将亲自公布 还能有假 我们刚才差点得罪了 至尊大人 难怪他如此镇定 真是人不可冒想 年纪轻轻就以横牙一世 凌驾万人之上 当真是人中之龙啊 不可能 不 不可能 周云是下国至尊 怎么可能 不是他做梦吗 如果是真的 那我苏万蓉 就像亲手 舍弃了什么样的存在 什么可能 什么可能 我不信心是真的 难道我们苏家真的错过了一条暂时阵笼 白白的得罪他 我该死 我们真的该死啊 闻家家主 陈龙到 外公 外公 你可算来了 这是算跟莫说家国之尊 满天过海 欺骗了所有人 你家国之尊本来 快 快揭穿他 他不可能是家国之尊 他就是个骗子 什么 陈龙 陈龙 你交出来一个好外孙 能够管交出发 冒犯了至尊大人 请至尊大人责罢 何忠 你说 何神一尊 我让他们 永远无故 去报杀 陈龙 念在你多年效忠 可免你意思 但今日何家除名 这一何报 都能够了 死 且至尊大人开恩 来人 我 我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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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云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就是下国至尊 如果你告诉我 我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步 苏曼如 难道只有我精灵天下 才能配得上你的感觉 难道我以前默默付出的一切 都不值一值 如果是这样 我们的关系 我宁愿不要 周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 我们不合 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晚了 也好自为日 周云 我向你求婚 周医生我也向你求婚 周云 你今天必须做出选择 你是选我还是选他 周医生不管做什么选择 我都不会怪你的 但你们不娶我 我一辈子都不嫁 你们 四哥 以你的身份 不如两个都娶了 想情人之福 就不必纠结选谁了 好主意啊 那你们两个 我都娶了 我都不认为你 这一切都不得选择 她是比以前他们的 是在想 他的状态 出事交往